二战坦克 之 苏联IS-4重型坦克 二战后的苏维埃坚盾 原调题 二战坦克 之 苏联IS-4重型坦克 二战后的苏维埃坚盾 IS-4重型坦克 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墨西开始研制的重型坦克 弹号701工程 共有三种样车 主要差别在主武器上 1944年通过验收获得编号 IS-4重型坦克 可以看作IS-2重型坦克的改进型 1944年 当苏联新式重型坦克IS-2投入战斗后 苏联的坦克设计师们并没有因此而松懈 他们认为IS-2还没有强达到可以独步天下的地步 为了能在对虎式坦克的战斗中取得绝对优势 在斯大林的指示下 车里亚宾斯克坦克工厂秘密开展了两项新重型坦克的研究 其中一种极为日后名动天下的IS-3 而另一种便是本文的主角IS-4 IS-4重型坦克 研制历程 IS-4是在二战末期研发的 其原型是1944年车里亚宾斯克工厂的701工程的样车 当时德军投入了少量重重达68吨的呼王重型坦克 为了与之抗衡 前苏联认为应以1938年开发的SMKG100重型坦克为界 尽快采用新技术设计重型坦克 项目代号701工程 致是称号为IS-4 该车可以认为是IS-2M的正式后继车 事实上 IS-4R号车的完成比IS-3的样车还早几十天 1943年7月 车里亚宾斯克工厂开始了重型坦克的研制工作 工程开始的领导人是托洛亚诺夫 而后又改为巴拉吉工程代号项目 项目坦克在进入研制过程中 基洛夫工厂也经历了一次改革 车里亚宾斯克工厂需要分家 因为1944年3月列宁格勒已经全面解放 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开始助手准备将基洛夫厂先回列宁格勒市 同时保留车里亚宾斯克的坦克设计和生产能力 根据1944年4月8日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发了第5583命令 由杜霍夫率领留下的人员完成K型坦克 同时赋予车里亚宾斯克基洛夫厂 以7大头的独立车辆设计代号K工程成为该厂的头生子 所以改称701工程 1944年6月 701工程零号让车租装完成 它安装了一台功率为750马力的V12柴油机 由于配套的传动装置和武器尚未备妥 701工程的样车就采用了逐步改进的发展模式 零号样车首先装上IS-2的传动和D-25火炮 进行了1230公路的行驶试验 同年7月1日 装甲兵总部的维尔西宁中将来到车里亚宾斯克监督后续样车的制造 701工程共有6型不同的样车 1号至6号试验车都使用了相同的动力系统 主要差别在套卡布局 武器和装甲厚度上 IS-4重型坦克样车 初期的IS-4 共有三重样车 1944年秋季 开始了各样车之间的对比试验 最终定性的IS-4还是采用了122毫米火炮 1944年9月 701工程又改进了传动装置 1945年4月1日 1945年4月底 701工程被列入苏军装备 并获得IS-4的正式编号 在正式生产以前 701工程又加大了车宽和炮塔前装甲的厚度 IS-4重型坦克 结构特点 IS-4全重60吨的车体由一台750马力发动机带动 由于采用柴油机 IS-4的动力远远高于德军任何坦克 其主武器是以门改进行D25G122毫米加农炮 该炮的最大射程可达14000米 射速3-4发分钟 车内可携带炮弹30发 德军坦克采用汽油机 比如虎王仅仅搭载一台迈巴赫-230P30汽油机 性能为3000转时700马力 而IS-4的B12发动机在2100转时 则达到了惊人的750马力 众所周知 车辆实际功率来源于轮舟马力 也就是牛举 根据公式则有T9550PN 即牛举 9500倍功率除以转速 同功率下 发动机转速越低 牛举越大 动力越强 所有正是这个原因 柴油机转速均低于汽油机 所以出力远强于汽油机 现代重型车辆基本都采用柴油机 IS-4轮舟功率约为虎王的1.4倍 IS-4重型坦克 早期IS-4坦克的样车吸收了不少西方坦克的风格 比如 它采用了类似美国车组的车 炮长在右 装填手在左的炮塔布局 同时加高了装填手仓口门座 使装填手也具有较好的对外观察视野 但是整体的防护却呈下降趋势 这让委员会非常不满 于是又改回传统的苏联风格 它的大宽度防盾能够屏蔽瞄准撂望口 上下扣合的锥形炮塔使炮塔侧面轻角增加到55度 同时取消了车售的观察窗 地外的驾驶员舱门上安装了两具广角前望镜 而且受炮塔火炮防盾显示 只能在行军中拆掉前望镜 然后裁开舱门调高座椅 把脑袋伸出来透透气 IS-4重型坦克 不过发动机和行走装置可圈可点 IS-4是世界上第一款使用增压柴油机的坦克 它安装了一台V-12 12缸V型水冷四冲成柴油机 工作排量38.8公升 V-12的前端安装了一台AM-42航空发动机上使用的机械增压器 因此达到了750马力 另外在火力方面 IS-4的主武器是一门B-25T-122毫米火炮 虽然和IS-2、IS-3的火炮名字一样 但其身管家长到了46.7倍径 穿甲弹丸虫25.1千克 出速845米每秒 可以在1000米距离上击穿185毫米厚的垂直钢装甲板 2000米距离上可以击穿145毫米厚的垂直钢装甲板 火炮有一个双气式冲击式包靠制退气 IS-4重型坦克 作为斯大林坦克家族里面名副其实的尖盾 IS-4坦克拥有250毫米厚的炮塔装甲 车体正面装甲也达到160毫米 60度倾斜角 当时的纳粹德国几乎没有多少火炮能够打穿IS-4的正面 这完美地压制了世界上当时所有的坦克 而且炮塔采用电动拆速式所以也非常便利 五行炮塔正面有250毫米的装甲 侧面200毫米 背面170毫米 加上弧度 防护甚至超过欧美70年代的很多坦克 巨大的火炮防盾和炮塔内预留的空间 是为了将来可以搭载更大口径的火炮流流改进的鱼的 这和德国坦克先造火炮后 品配坦克完全相反 IS-4重型坦克装甲设计 但是达到60吨的重量 以及造价过于昂贵 接近4辆IS的价格 让人难以接受 而且维护和运输极其费力 这时的质量猛马巨手突然停止了 仅仅有250辆IS-4被制造出来 随后便因为性价比问题而停产 此坦克一辆可顶两辆IS-3 生产出来的这些军作为秘密武器部署在远东地区 为进入朝鲜战争作准备 足以证明苏联人对他们的厚望 这些部署在远东的IS-4一直浮移到70年代 但由于边境的许多道路桥梁无法承受他们的重量 所以大部分坦克又都变成了定点炮台 在远东很多IS-4的最后归属变成了定点炮台 仅有两辆IS-4坦克保存至今 一辆包存在著名的库宾卡坦克博物馆 另一辆则在寂寞的远东赤塔地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IS-4重型坦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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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能挨到T64分之62服役之后而进入坦克博物馆里的 大概是这型坦克里运气最好的了